说到东北的特产 在这个季节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就是酸菜 但是爱吃酸菜的朋友们 电视机前的您 我想先请您看一条新闻 就是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 吃酸菜也得小心了 去年二月 家住沈阳市省河区八经街的王大娘 发现自家的酸菜缸里 有一颗腌得很透的酸菜 王大娘平时就节俭 这颗酸菜没舍得扔 加点猪肉粉条 炖了一锅酸菜汤 儿子儿媳 孙子回来聚餐 一家人吃得挺香 没想到饭后不久 一家五口相继上吐下泄 肚子脚痛 上医院一看 竟然是食物中毒 据报载 哈尔滨每年也会有几十例 吃酸菜中毒的病例 大家想一想 是什么把王大娘一家也撂倒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亚硝酸盐超重超重 那就是自己的实验太长了 这个实验太长 亚硝酸锅重了 这个酸菜几十年长了 它是一个是有味的变质了 另外一个 然后酸菜也十年长了 亚硝酸盐也真高了 所以说它导致它 其实酸菜的中毒 只有一个 亚硝酸盐 但是人们一般知道的是 亚硝酸盐的过量 都是在没有激透的时候 就没有咽透的时候 出现亚硝酸盐的上升的这个时候 刚才也说了 说是没激透 没错 这个是没有错的 确实是有这种现象 但是往往人们忽略了什么呢 咽的时间过长 亚硝酸盐不是它 消生灭迹以后 它就没有了 其实咽的时间过长以后 它还会再起来 因为再升高的这个过程 实际是有的时候 在我们咽的这个时候 与温度有关系 有的时候细菌的作用 亚硝酸盐还会再升高的